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根據微信公眾號朱凱商務消息 朱凱市陸奧口岸疫情防控工作專班 今日公布 自1月19日凌晨零時起 即下星期四起 月康碼系統就停止提供通關憑證轉碼服務 朱凱口岸出入境人員 就要使用海關旅客指尖服務小程式進行健康申報 即之前月康碼、陸碼就不可再用 但仍要轉碼才可以過關 用黑馬過關 同時鞏北海關說 海關旅客指尖服務小程序 推出手動或自動修改後一件申報功能 申報者使用微信進入海關旅客指尖服務首頁後 點擊填報或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報卡 進入填報頁面 如果之前填報過海關健康申報卡 系統將會出現歷史申報紀錄 另外點擊上述頁面 右上方藍色加號 可謂同行無手機的老人、小朋友進行健康申報 修改選項方面 申報者點擊後頁面將會出現提示 提示申報的健康狀況及過去14日旅居行程是否有變化 如果沒有變化 點擊自動修改 系統會自動填充歷史信息完成申報 好方便 如果有變化 點擊手動修改 進入申報頁面 修改完成申報就可以了 對於來澳門做外勞、跨警學和珠海居民等 短期多次往返旅客 海關建議提前填報兩條健康申報信息 出境就是珠海來澳門一條 和入境澳門進入珠海一條 通常我都一次過做了 截了兩角圖 在完成健康申報之後 系統將會出現兩條健康申報紀錄 其實都很方便 只要你填了第一次 填完資料之後 沒什麼變化 再自動修改 都相當容易適應 當然最好不久將來 不用搞這些麻煩事 不用申報最好 好,這集體到先 如果大家想知情可數片 未知同意為晚 多謝你們的支持